好 接着再来看到秀林乡民代表会的定期大会 先是进行的乡长实证报告 那么乡长王玫瑰强调呢 急需要代表会的支持以及监督 明年度拟定好部落新的振兴计划 也希望共同来合作 共同来执行 秀林乡民代表会第21届第4次定期大会 10号是进行乡长实证报告 在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赖金区的憔悴之下 会议正式展开 主席赖金区表示 稍费年度八方消费礼金 让入门是相当的有感的政策 希望公所能够针对部落的各项景点行销 和职业证照工作能够加以执行 南区的回税谷 中区的山站不拉旦 北区的崇德海滴湾 那包括其他的 像和平那边也多了凯尼 做了一个打卡园区 非常非常多的游客 进入了我们秀林乡 那期盼公所在明年度能够加强秀林乡的行销跟辅导 乡面的业者能够在行动支付 网路平台中业服务上 由乡公所那边来协助大家进行提升 那我们的乡民也可以经由乡公所 来协助他们进行一些专业证照的考核 比如说像现在很流行的老板岩 那包括那个鸿德那边的鸿德那边的独木舟 他的一些救生员 这一些相当的讨核 能够增加我们乡民的工作机会 也可以提升我们秀林乡的整体的光发水平 秀林乡民的贵并且正在上半年度所推动的各项乡村工作 并且强调防疫成效相当的良好 并且今年驻也向中央争取乡村建设 改善部落生活品质等等 并且向带来会同我们请去说明 这次的消费已经发放 核定人数是15,759位 核定金额是3,151万8千元整 截至10月20日前已发放14,471人 发放已经是2,844万2千元整 未发放的作业要至109年12月31日值 那目前大多未发放的部分是在监索 以及就是20岁以下就是我们的小朋友被监护的部分 我们现在也一直在跟相关的单位 能够希望能够把这个钱打开让他们能够领到 因为有一些程序 所以现在还在积极的一个推动中 要配合中央政府要图报前瞻2.5计划 持续改善部落的公共设施 也就是针对人群道的部分 就是从德跟和平 那代表你们会看到我们的预算虽然有编译 也是希望能够尽量跟中央政府赶到钱 因为这个钱市现在还在申请中 如果说有征捷到的话 我们的预算就会到时候会去做一些追减 那我们也会向我们林匯征请 部落特色道路的改善 那我们目前部落特色道路的改善是以秀林、秀林村 也更是属于特色道路的一个范围 那在针对文化健康站周边的公共设施改善工程 我们也会针对我们的从德 民有秀林景美、水源、榕树、同仁 做周边的一个改善的一个计划争取经费 那我们先送到底会核定多少 我们到时候在上下我们就逐步来每一年来跟中央来争取 秀林想当我们可以表示 崔东强能工作 极需要代表会同伦们的支持以及监督 明年度也领定好部落的新的振兴计划 也希望在所会共同合作之下 来共创美好姓秀林 记得终于学校外道